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迟到 就是迟到20分钟半个小时 搞得我都非常不好意思 因为每次都要告诉老师 所以都就是发这个信息 就觉得不好意思 每次都说sorry 那今天我觉得非常 本来是起来很早的 然后也让孩子早点走 结果还是耽误了 就是各种原因吧 路上遇到那个火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然后绕了几条路都没有通过 最后才也耽误了个将近快十分钟 后来我实在不好意思 我就发了一条信息 我说我下次一定要准时 从下次开始 我不再发消息说我要迟到了 我希望我能做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脸 在脱皮的痒痒的 这是周日冲浪的时候晒的 因为一开始是多云阴天 就没有戴帽子 也没有涂防晒 因为我很懒涂防晒嘛 一般是戴帽子 结果后来太阳出来了 我就没有去再戴帽子 就晒成这样 痒痒的在脱皮 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wood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个视频的话 我这是我的介绍 我每周在我这个频道 跟大家分享拍戏 电影 公浪 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生活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我要想 今天是在上课的路上 刚才说了 我迟到了 上一节课我们是做了一个 independent activities和emotional preparation的碰撞 就是两个同学 一个是在做他要做的一个activities 这个activities需要有一定的紧迫性和难度 同时要focus上你所做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位是带着情感进来 就是他有带有情绪 比如说他很开心 有个好消息 有个坏消息 或者说什么事情 那进来之后两个人就开始这种 reputation 就是互相重复对方的话 然后达到一个这种connection 那上节课的话是第一次 那这节课是第二次 那上节课我是做了那个emotional preparation 我假设我是那个得了绝症 然后心情就非常的低落 然后在很复杂 而且想很多事情 我要怎么安排 接下有限的时间里 我该做什么 然后进去之后发现 我那个同学他正在准备一个主持的一个词 就是也是一个告别仪式 所以跟我这个心情有点混合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互相的去reputation 这个是我们俩做的一个过程 然后今天的话我会做是我自己准备的一个activity 就是我会做一个跟我孩子做过的一个游戏 就是拼那个积木 有些难度的积木 两分钟内完成这个积木 然后录下来 另外一个同学他会带有情绪的进来 那我不知道他会带什么情绪 因为我们这个视线都是不可以沟通的 不知道的 OK 待会我们上完课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在新的一个地方上课 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那个loft 我觉得挺蛮有意思的地方 你很心疼 我感到很心疼 你很心疼 我感到很心疼 你很心疼 你不想弄它 我没有听到你 你没有听到你 你没有听到你 你握着其他东西 你终于直接接上来 你终于一只留意 你有一张重心 你很心疼 好 素质 好 做什么 你愿意在做什么 你工作什么 要说钱吗 今天上课 人多一点 多了两三个人 之前没有来到回来 我做了两次的 我上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那个activity 我做了那个就是凭那个积木的 那个我忘了去关注对方的那个behavior了 所以我只是在专注在我自己的activity上 这个不对 所以这个课程的设置就是相互的 我觉得这个环节设置的很好 因为所有的电影 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影片电视 每个角色都有他的使命 就是主角由他主要的一条线贯穿从头到尾 对吧 那他遇到的所有的配角 或者说是对手的演员 他也有他的使命 你是一个正义的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非正义的一个跟你对抗的人 那他的使命就是要阻挡你 他带着他的这个背景 他的人物的这个情况过来 所以这个练习的话就是专注在做你的事情 专注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emotion了 只不过说不用特意的去准备这个emotion 那另外一个人是做好这个emotion的perperation 那他是带着这个一个故事过来的 我刚才很开心刚刚去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看到了这个人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两个人开始 就是那种连接的话 真的是会让你感觉到就是 只是说说的词是那个那种没有意义的 但是那种情感那种眼睛眼神啊 所有的反应就是非常真实 就因为是repeat嘛 就不用有台词 如果加上真正的台词 那你这个整场戏就是真实很真实 你在做这个事情 那个人带着他的情绪过来 两个人碰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吧 那这个就是剧情应该去把这个词填上去 那当然真正演戏的时候 你填上词去了之后 其实也就框又框了一下 把你又没有那么自由了 但是完全像我们在做练习的这种 reputation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你可以这样说 你也可以那样说 就只是符合你当时的这种状况就行了 第二个练习 我上台的就是我是做这个emotional preparation 那我是做了一个开心的这个进入 那对另外一个同学呢 他也是还比较放松 他在写一个rap的歌词 他也还蛮放松的 所以我整体两个人的这种气氛就很轻松 因为我刚刚我的那个假设就是我刚刚送完我女儿去度假 送她到机场 然后我很开心 她去玩了 我也很放松 所以我就带着很那种很放松的心情进来 那她也还不是那种很着急那种 虽然有一些紧迫性 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两个人就很轻松的在对话 还有一个同学 他做的emotional preparation 非常的具体 他想到了非常具体的细节 所以使得她她的眼 她所看到的 她所想 等到她准备好之后 进来之后 我们看到的她 就你会觉得她很坚定 她就是从那里回来 她想象的是什么 她得了三项奥斯卡的提名 然后刚刚坐了一个什么车 到奥斯卡的现场 然后带着她女朋友 然后走在红地毯上 然后有记者问她的问题 问的很具体 她回答的也很具体 然后旁边又见到了谁跟谁打了招呼 对方又是说的话 又是很具体的东西 就让 所以的话 这个老师一直强调就是说 你的想象不能是光脑子里去想 你要去非常细节化 把这个想象细节化 就是让她非常的具体 观众也能感觉到 你所描述的东西就是那么一个东西 所眼神里面看到的东西 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个手上握着 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都会让人家相信 因为你特别具体了 你手里哪 你看到这个屋子里有什么东西 它是多长多短 多高 什么颜色的 什么花的 什么材料的 你就会有 让你 让你所有的能看到的 visuals里面就会变得很真实 还有一个同学 他做的emotional preparation 也是很棒 就一进来就棒把门一闪 就有点不高兴的样子 就是带路到里面 也是还不错 然后这节课结束的时候 就我们约好了 跟老师约好了 就是这个星期六 我们要去拳击馆 去上一堂课 等于说也借这个机会来发泄一下 释放一下你这个anger rich OK今天就分享到这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